各位朋友啊 关于中国的福建号航母啊 咱们本台最开始的时候就给大伙判断 福建号航母的这个动力呢 应该是有何动力 因为从整体的它的结构特征来看呢 就是如果只是常规动力的话呢 这说不通啊 你看我们的这个判断 虽然咱们不是军事频道啊 咱们这个判断根据逻辑来讲 后来呢获得了这个不少的这种证据的支持 今天呢又有一个新的证据 粉丝呢给我发来一个说浩哥 说对了 哎这个福建号啊 它就是合混动力 这个有军迷呢 挖出来这么一张照片 这是辽宁舰的这个轮机舱 动力舱 这是辽宁舰的动力舱 到时候看看啊 咱们再看看 这个福建号的动力舱 哎这是军事频道播出来的一个 一个新闻里边 哎这个中国的军迷敏锐的就发现了 进这个福建建的动力舱的时候 这些人怎么还带着那个核防护服啊 如果没有核动力的话 他们又干嘛要穿核防护服啊 各位 说的对啊 所以福建号 它就是一个核混动力 那有人说下一艘中国的航母 那肯定是核动力 百分之一百五的确定 为什么呢 因为中广核集团和中国海军互动了一下 第四艘航母 现在就是说百分之百的确定是核动力了 不过呢 中国的第四艘航母 没准已经建好了 那么说那也就胡说八道 那中国的第四艘航母 怎么可能建好了呢 是吧 美国的卫星发现啊 美国的卫星拍到了中国的第四艘航母 怪不得金灿荣说了 说现在啊 中国呀 没必要韬光养晦了 你韬光养晦也没用 应对中美矛盾上升 没有什么诀窍啊 就是投降肯定不行 就因为现在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 还是主张啊 这个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本质上 我觉得是战略欺骗 战略欺骗实际上是醒不通的 三十年前我们韬光养晦能够成功 本质上是美国 不在意你 是吧 三十年前我们太弱了 你说美国人不知道 他完全知道啊 是吧 他觉得你太弱了 你爱韬不韬 是吧 那你在那摆铺子 你脏高颠脚 低起来都是矮韬子 没有意义是吧 今天真韬不住了 是不是 今天姚冰那个韬子 你怎么韬得住啊 所以以前有个图片 姚冰在参加那个人大会 发言人说 最后那个同事坐下来 他说我就坐着呢 哈哈哈哈 就你坐着比别人高 你掏什么 他那不是自欺欺人吗 今天还想 韬光业会实际上是个战略误判啊 他的理论 假设逻辑上 说我不说 你不知道 这叫战略欺骗 这不行的啊 投降不行 战略欺骗不行 唯一的办法就是扎扎实实发展 就是永远 我们在座一起啊 一起努力 永远不能偏离经济建设为中心 因为扎扎实实搞经济建设 对吧 另外就是高质量发展 对吧 就是产业要突破 不能老做挖子 那不行了 林教授啊 说的太对了 中国现在已经不屑于韬光扬灰了 第四艘航母真的来了啊 根据美国海军网站的这个报道 福建舰刚刚海事归来 中国的又一艘新航母遭到了曝光 美国海军新闻发布的报道 在该文章中 美国的卫星又拍到了一艘中国的新航母 这艘航母呢 并不是普通的航母 根据它的披露 美国卫星拍到的该艘军舰拥有平直的甲板 舰体的右侧呢 也不只有舰导结构 但是该舰的长度只有福建舰的三分之一 约100到110米 这个长度是个什么概念 哪怕是世界上最小的航母 即泰国的海军的那个查克里号 也只有那也有180米长啊 而最小的两栖攻击舰 韩国海军的独岛级 那也有200米长啊 因此呢 美国著名的海军领域的军事专家 萨顿在这篇报道中表示 这一艘中国的新航母 很可能是一艘专门用来部署 中小型无人机的航空母舰 而且是世界上第一艘专用的无人机航母 证据就是在该舰停靠的毛地旁边 正好有两艘正在西装的 薄沙一号双体无人机母舰 是吧 他们拍到了 这是个无人机航母 首先 无人机航母是个什么概念啊 无人机航母呢 主要是搭载舰载无人机 这种飞机呢 无需考虑飞行员和相关的生命保障系统 可以搭载更多的武器 油料及电子装备等载盒 因此呢 与同吨位的传统的舰载机相比的话 舰载无人机拥有更强大的打击能力 作战半径和续航时间 因为无需考虑人的生理承受能力 舰载的无人机可以做高达七到几个G的过载运动 空中的机动性十分的卓越 这使其与传统的舰载机对抗时拥有不对称的优势 同等吨位的条件下 舰载无人机拥有更强大的打击能力和更大的作战半径 传统舰载的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多在800公里以内 而舰载无人机的作战半径可以轻松超越1500公里 在空中加油的情况下可以进一步的拓展打击半径和续航时间 无人机的作用呢 现在呢已经经过实战得到了验证 比如说俄乌战争侯海危机 无人机已经这个可以说是全面参战了 美军海军大量装备的宙斯盾系统 这套系统上最成熟最好的舰载武器系统啊 什么之类了 集成了什么这个标准系列防空导弹啊 什么密集阵近战防护系统啊 如果以博客级驱逐舰为平台 甲板上还配备了六艇重巨箱啊 这一套强大的防空系统在应对无人机的风群攻击 仍显得力不从心啊 这个结论呢 是来自于美军自己的数百次的模拟实验 结果表明装备了宙斯盾系统的博客机驱逐舰 能够有效的发挥拦截无人机风群武器系统 只有密集阵的近防系统和重击枪 更致命的是防御系统往往难以合理分配火力 从而导致部分无人机能够避开拦截 对舰艇发动攻击实验中 当用八架无人机组成的集群进行攻击的时候 平均2.8架无人机能够避开拦截系统 这只有八架呀 即使对舰防空系统进行了拦截 比如说采用了更好的传感器 更多的机枪和密集阵系统 仍至少有一架无人机能够避开拦截 这还是八架 如果无人机增加到三十五十架 结果可想而知 无人机航母呢 近两年成为各国都想要攻克的超级武器 但是另一方面 无人机上舰难度非常高 大部分的长航式无人机地面起飞的滑跑距离 在一千米以上 而无人机从航母起飞的距离不足三分之一 是吧 那你怎么有效地应对海上的高温高湿 什么盐物的侵袭 就是那个海水盐的侵袭 对材料的适应性 抗腐蚀能力有更高的要求 另外呢 舰载无人机的起降飞行和作战 将高度依赖自身的智能化水平和远程遥控 研发高性能的计算机 提升无人机人工智能的水平和自主作战的能力 提高前后方信息传输的安全性 稳定性和保密性 这都是高难的课题 但是 这个中国现在看来是解决了这种问题了 现在全球有能力建造多功能 建在无人机这个母舰的国家仅有中国 包括长航程的大型无人机 中小型的无人机 弹射起飞的固定翼无人机 也有垂直起降的无人直升机 既有执行劫机反潜攻击等任务的战斗无人机 也有执行运输侦察 预警和加油保障的无人机 既有螺旋桨动力的慢速无人机 也有喷气式的高速无人机 中国全都能建载 所以呢 美国做出了判断 这是基于中国当前的技术 打造的无人机航母 实际上早在2022年 中国的首艘大型的无人机系统母舰 叫做珠海云号下水 可以远程控制 并在开阔的水域 自主的导航 这是无人舰艇 是吧 这个都做出来了 而且珠海云一次可以搭载53架无人机 当时呢 就有媒体推测 中国在无人机航母的技术上 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 而且呢 美国还拍到了 薄杀一号的双体无人机母舰 就是已经服役的无人机实验舰 在央视的报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舰体前部拥有一个 五个停机位的 A型甲板 可以停放发射 各种垂直起降的无人机 或者是火箭助推的无人机 配合50米高的指挥天线 薄杀一号 拥有十分强悍的 风群无人机的指挥能力 既可以用来模拟风群无人机 或者是反舰巡航导弹的饱和攻击 也可以依托这些无人机 实施大规模的分布式的电子战的攻击 各位 就说中国在制造无人机航母上 已经没有任何的这种技术障碍了 所以中国的第四艘航空母舰 实际上已经有了 就是无人机航 中国的海军 现在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 这个中国的工业能力就体现出来了 一艘一艘的航母跟下饺子似的 这谁能受得了啊 各位 点个订阅吧 咱们下集再聊